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14天 晚上10点50,经过最后一道检查 终于来到了霍尔果斯市区 酒店早已经订好了,就在国门景区附近 趁着天还没黑,在市区里慢慢转一转 先欣赏一下霍尔果斯的城市景观 顺便看看哪里热闹,一会儿可以过来吃晚饭 正想着霍尔果斯会不会有夜市呢 一歪头看到左手边有一条街 灯火辉煌,而且人很多 这里是不是夜市呢 虽然只通街口路过,但看上去热闹的语众不同 好了,记住这里了 晚上就来这条街上吃晚饭 霍尔果斯市是伊犁州管辖的一个县级市 2014年6月26日才设立的 应该算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好像就是312国道 能直通到霍尔果斯国门景区 霍尔果斯正好就是312国道和连货高速的终点 现在有一种只原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因为走在霍尔果斯城市中心 似乎感觉不到这是一座中国西部的边陲小城 只有看看太阳再看看时间才能发觉 这里与石家庄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 刚才看到路边还有郁郁葱葱的公园 很多人是估计刚吃过晚饭 出来在公园里散步 看上去真是舒服 沿着主路一直走 在一座雕像前转过一个弯 接下来的路相当笔直 一眼望到头 应该就是霍尔果斯国门吧 本来想着今天赶一赶时间把国门景区先转了 因为上午在克拉曼伊打电话问过 确定霍尔果斯国门景区还正常开放 要知道打电话得知 塔城和阿拉山口的国门景区都不对游客开放了 所以我们才临时改变的计划直接来到了霍尔果斯 这次来新疆 走过好几个边境小城 但一座戒碑都没能亲眼见到 不像前几年去最东北的时候 从内蒙古到黑龙江沿着边界走 一路上能看到好多戒碑 所以小朋友们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不过明天可以早早的去转一转霍尔果斯国门 看看那里的戒碑了 霍尔果斯位于新疆伊里哈萨克自治州西部 与哈萨克斯坦接壤 有意思的是 在哈萨克斯坦 霍尔果斯河对岸 仅挨着我们的霍尔果斯有一座边境村庄 其名字也是霍尔果斯 从国门景区前经过 继续再转一转 此时小朋友们开始琢磨晚饭要吃什么了 看看表都快晚上十点 赶紧去酒店吧 酒店车位还算富裕 楼下还有一座小湖跟小公园似的 不过办理入住时 却碰到了一点小麻烦 据说刚接到上面的通知 所有入住游客 都需要有三天内的核酸检测 算了算时间 正好我们在塔城和布克塞尔 坐的没超过三天 忙活了半天才办理好入住 大家都饿得不行了 进入房间 看看窗外景色还不错 先简单收拾一下 刚才问过前台 服务员说附近街边就有吃的 但是小朋友们一心想去夜市看看 服务员又说 夜市在有一路 开车过去几分钟就能到 行啊 眼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已经快半夜十一点了 赶紧去吃饭吧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走在霍尔果斯街头能看到好多红色的大楼 即使不是过年 仍旧是满街的红灯笼 看上去真够喜静的 其实如果你没来过霍尔果斯 对这里的了解可能仅限于 是中国最长高速公路 连货高路的终点 当然 霍尔果斯在娱乐圈的知名度 那是相当高的 因为这里极具吸引力的税收政策 曾经有1600多家 在霍尔果斯注册的影视公司 据说这其中还囊括了 国内几十位主流明星 因此霍尔果斯也被称为霍莱坞 不过随着几个创世纪法丹的诞生 避水天堂霍尔果斯的影视重镇的地位 看样子也是有所动摇了 沿着主路一直开没几分钟 就到达了有一路夜市 转过弯来 刚走到街口 眼前的夜市总感觉有那么一点眼熟 小朋友们突然说 好像又回到了复运金托广场附近 别说 这条街看上去 跟复运县城夜晚的感觉还真挺像的 红色的房屋 黄色的灯光 看上去又温馨又热闹 街上飘着各种美食的美味 感觉肚子一下子更饿了 其实这个夜市 名为霍尔果斯斯路驿站夜市 就设在有一路步行街 据说这可是一条全国知名的网红打卡街 听说夜市上不仅包含新疆特色小吃 异域特色美食 特色果蔬饮品 好像还有花车巡游表演 而且还有后备箱集市呢 走在美食街上 小朋友们看着街边的小店 烟花缭乱的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天刚黑 夜市很热闹 路边几乎没有停车位 那就继续往前开 先溜达一圈 看看再说 人间烟火器 最俯烦人心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 此时也正是新疆旅游的旺季 霍尔果斯的城市烟火器 似乎在迅速回升 不知不觉 沿着友谊路 一直走到了夜市的尽头 好像是到了炎黄路口 正好马路牙子上面有停车位 绕了半天才停好车 虽然现在天刚黑不久 但毕竟也是半夜11点多了 有些饭店都已经关门了 赶紧随便找一家吃饭吧 小朋友们都快饿晕了 就街角这一家吧 正好这里有油塔子和丸子汤 前几天在哈巴河的时候 就想尝尝油塔子和丸子汤 只不过当时可能时间太早都没开门 今天正好尝一尝吧 路边立着小铁塔 乍一看有点像加肥加大款 加拿大温国华街头的蒸汽中 走进饭店找个桌子赶紧坐下来点餐 我先要了一碗丸子汤 然后又要了两个油塔子 小服务员提醒我说 点丸子汤就带两个油塔子 不用单独再点了 OKOK 小伙子真挺实在的 就冲着这实在劲 我决定只在这里吃饱的了 一会儿吃完饭不再继续转了 于是呢 又要了一份碎柔拌面 一份韭菜肉拌面 和一份丁丁炒面 在新疆饿的时候就想吃拌面 感觉那面又圆又筋道 关键是扛饿呀 当然也想吃烤肉 只不过相对来说 还是拌面能吃的特别饱 换句话说 就我这饭俩 烤肉要想吃饱了 那得花多少钱呢 所以呢 还是拌面最适合 很快丸子汤和油塔子就上来了 据说 丸子汤在新疆 是新疆回民的一道名小吃 以丸子鲜嫩可口 汤味鲜美而著称 油塔子形状四塔 是新疆人民喜爱的油面食品 油塔子看上去色白油亮 层次多油多但不腻 搭配丸子汤真的是绝配呀 拌面也是很给力 我也是饿极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卤倒进面里开拌 小朋友们都是狼吞虎咽的 看来真饿了吃什么都会觉得香啊 他们吃不完的面也都归我 这一顿下来必须得撑到极限 别说 在新疆这十几天顿顿都吃得特别饱 但体重似乎比从筛装出来前还降了五斤 可能是因为新疆的景区简直是太大了 而且只玩了一圈可可托海 整个人就已经晒成了巧克力色 走在新疆街头 说是本地牧民都有人信 其实最精准的概括应该说一看就是个少数民族 但不好说是哪个族的 十几年前我也是差不多这个形象 在青海 在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买东西或者进小饭店吃饭的时候 只用手指然后笑一笑 但从不说话 基本上这样都能被当作本地人对待 还别说价格真便宜不少呢 这顿饭吃完可笑而知又撑着了 吃完饭出来虽然已经半夜十二点多 但夜市一条街还是灯火通明 开车继续在市里转一转吧 欣赏欣赏满眼红色的霍尔果斯夜色 在霍尔果斯市目前包括有霍尔果斯口岸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 如今的霍尔果斯趣味优势独特又重要 可以说地处亚欧经济板块的中心位置 据说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覆盖超过全世界75%的人口 60%的领土面积和50%的经济总量 可见霍尔果斯一头连接着国内14亿人口的市场 另一头则连接着中亚西亚和欧洲12亿人口的市场 霍尔果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独特的历史 或者反过来说它独特的历史确定了它的重要地位 其实霍尔果斯原本并不是口岸之地 并不在国家的边界线上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上期咱们聊过 元太渡13年成吉思汗习征中亚 命二太子查核台早时理到修路隐熙 法木筑桥 将伊犁地区的天然门户 有铁关之称的果子沟天显打通 匹为大道 自此之后果子沟南边的伊犁河谷 变成了中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东西交通的枢纽 伊犁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以及中亚大都会 紧连霍尔果斯河的霍尔果斯 距离伊犁汇远城仅50多公里 当时的伊犁将军统辖之地 至少向西可以达到巴尔喀什湖 甚至包括阿拉木图和伊赛克湖 现在这些地方都属于哈萨克斯坦 但从巴尔喀什湖往东到霍尔果斯 还有好几百公里呢 所以霍尔果斯在清朝时 本是新疆地区的内陆城镇 但后来竟变成了新疆的边境口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咱们还得仔细聊一聊 当年沙俄在中亚及新疆地区的残酷压迫侵略 以及在新疆伊犁制造的伊犁危机 正好可以顺便简单地 捋一捋霍尔果斯的历史 或者说是新疆外西北 被丑名昭著的沙俄 无耻侵占的历史吧 新疆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 伴随着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不断深入 特别是对中亚哈萨克草原 布哈拉 西瓦和浩瀚 以及土库曼人居住地的征服和占领 使得18世纪中叶就归属为清朝的新疆外西北 发生了重大变化 沙俄在17世纪初 完成侵略西伯利亚西部的行动之后 开始进一步觊觎中亚 那时候其目光就已经盯上了中国的西北边疆地区 早在1607年 沙俄西西伯利亚殖民当局就曾派遣200名戈萨克人武装 入侵中国西北边疆的蒙古厄鲁特部落有墓地 17世纪末 沙俄趁种戈尔部落首领戈尔丹发动叛乱之际插手我国内政 对种戈尔上层进行政治收买策动叛乱的同时 还多次派遣侵略军蚕食种戈尔北部地区 并企图建立一条纵灌种戈尔直敌伊尔腔的俄国堡垒 以侵占我国新疆的广大地区 清朝初年 胡尔果斯是伊犁所轮营驻房的六座卡轮之一 到1755年 清军越过果子沟进入伊犁 平定了种戈尔贵族叛乱以及大小合作叛乱 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 也结束了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这一中国古代西域广大地区 自元朝以来长达数百年的政权林立 分裂割据的状态 清朝统一新疆 顺应了西域各民族人民 渴望结束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 同时也得到了蒙古 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 乾隆皇帝更视伊犁为西域总会之区 虽在伊犁修建了惠远城 作为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希望让大清王朝的恩德汇集远方 并于176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伊犁将军府就在惠远城内 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最高的军众长官 统峡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及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在清政府的统一管理下 西域各族人民过上了一段相对平稳 而且和平的时期 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新疆外部的中亚地区各韩国 土邦部落间相互攻伐不断 战事频繁 中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看着伊犁河谷人们过着富饶而繁荣的生活 与中国相邻的西北沿边各部 包括哈萨克 布鲁特各部 浩瀚 伯罗尔 克什米尔 矮吴汗等部先后派使臣上书 表示归附清朝 求为大皇帝陈仆 清朝政府从来抚于外移倒在鸡谜 他们一概被视为外藩 实行传统的鸡谜政策 既不在其境内社官驻兵收取赋税 也不干预其内政外交 并不准其随意越境游牧居住 从此清政府在中国西北边缘地区 和交通要道设立了各种卡轮 驻守军队 并定期派军队沿边地区进行巡查 而这些设置在沿边的卡轮 在后期抵抗沙俄侵略的过程中 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22年 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颁布实施后 沙俄在迅速兼兵哈萨克大草原的同时 多次入侵中国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但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驱逐和抗议 不过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沙俄侵略扩张的野心则更加肆无忌惮 1844到1847年 沙俄先后数次入侵中国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阿拉套山一带 建立了科帕尔堡 控制了由俄国谢米巴拉金斯克南下 通往新疆喀什嘎尔和中亚浩瀚塔什干的药冲 在新疆沿边展开了蚕食扩张 进入十九世纪中期 沙俄不仅进一步加快了对中亚地区的侵略和扩张 还利用地缘优势将新疆也纳入了其经济侵略的主要范围之内 沙俄通过武装入侵 构筑军事堡垒 强行移民等手段 不断入侵和侵占我国西北边疆领土 并通过一系列步兵等条约 使其占有的中国领土合法化 1851年8月6日 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沙俄由此获得了在新疆伊犁汇远城 和塔尔巴哈台绥靖城两地单方设立领事 通商免税 遍遍领事裁判权 设立贸易圈等特权 这是近代新疆涉外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沙俄由此开始在新疆的权力扩张 1858年 沙俄又以塔城各族群众焚烧沙俄贸易圈事件为由 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议定贴补条约 借此条约 沙俄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赔偿 还获得了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 也就是塔城的驻兵权 1860年 沙俄又趁英法清华联军攻占北京之际 借口调停有功 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入国的中俄北京条约 除侵吞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外 还提出了中俄分界 以新疆境内的山河 湖泊和长柱卡伦 作为化解标志 这也为日后边界谈判中 侵占中国外溪北边疆大片领土埋下了祸根 1862年 也就是同志元年 由于圣山砍竹事件 山干地区爆发大规模毁民起义 之后更带动了同志新疆回变的发生 同年 由于沙俄在中亚征服了好缓韩国和西瓦韩国的大片国土 拥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更进一步扩张 时任俄国西西部利亚军区二等参谋 康斯坦丁考夫曼提出入侵新疆的计划 战争部长迪米德里·米柳京认同其主张 提出让军队伪装成匪徒进入大清国境 强掠人畜趁机挑衅 带清军反攻则发动大规模入侵 亚历山大二世允许了 随后 沙俄资助折合任耶派等伊斯兰新教教派 以对抗传统的逊尼派 马化龙、白岩湖等回遍领导人 均曾接受了沙俄援助 在当地回民武装的帮助下 俄军开始入侵新疆 1862年5月26日晚 俄军首次越境入侵新疆西北部 遭到清军西退 6月4日 俄军抢占哈萨克草原边境卡伦 伊犁参战大臣明旭 向沙俄西西部利亚总督请求退兵 沙俄以平叛为由拒绝 6月20日及7月2日 两军分别在俄尔果诸勒和立坊开火 沙俄驻大清国拳拳大使 尼古拉伊格纳提燕夫 要求大清对俄兵之死赔偿 并严惩善杀俄兵之将士 宫亲王一心拒绝 与伊格纳提燕夫及伊凡巴布科夫 展开多次会谈 但没有任何成果 1863年3月1日 双方谈判破裂 14日 俄方不接受宫亲王提出之条件 指责清政府无力维持边陲安定 宣布干涉统治毁变 3月26日俄军入侵新疆战争爆发 这一次俄军分四路 入侵大清新疆地区 北陆军战略目标为塔尔巴哈台 南陆军战略目标为伊里 战前 俄军召集出兵入侵的行动 解释为追缴俄国逃犯 如哈萨克人和克尔克兹人等攀乱分子 当年日本入侵中国 也是用的这一招开战的 当时 宫亲王一心本人正忙于应对 闪肝回变 忽略了俄军入侵的可能性 导致清廷一开始并未察觉俄军入侵 直到乌鲁木齐都统俄臣连同明仪上奏 清廷才发现俄军已经入侵新疆 清军方面 以伊里将军常青为首 指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西林以下各军 在俄军入侵制造的混乱下 常青曾一度不知所终 因此 北路塔尔巴哈台 推举乌里亚苏台将军明仪为总指挥 南方伊里则由其堂弟明绪 带伊里将军职以抵抗俄军 1864年同志三年 浩瀚韩国贵族军事领袖 塔吉克族人阿古白发动叛乱 在新疆中部地区建立正教合一的 哲德沙尔韩国 6月2日 沙俄趁着阿古白搅动中俄新疆边境混乱之时 扶植伊里农民起义 6月17日 俄军针对伊里河谷包围形成 周边回民城池纷纷降俄 俄军则进一步搅动回汉仇恨 鼓励回民反对大清 6月24日 回民起义充斥着伊里河谷 时任巴里昆领队大臣的 那尔记多次出军镇压 无奈部下多维回民 镇压效果不佳 7月4日 俄军在攻陷伯洛胡加尔 7月9日 俄军与回军选取伊里河谷 回军近抵伊里城下开始围城 7月16日 沙俄伊格纳提耶夫 连同外务大臣格尔尼洛夫 与公亲王一新提出新一轮一和请求 公亲王一新提出修订 表明不接受武力要求 由于大清并非战败 因此不需割地赔款 俄方则指出 清军没有协助俄军评判 更杀伤俄军 要求化戒和赔偿军费 一新拒绝 指俄国匪徒犯境造成人命损失 清廷反而应该向俄国索赔 但在俄国的连番威逼下 一新宣称 该国如此强横 若不早为完结 恐酿成不可收拾之事 逼迫之下 一新统一割土 但不赔款 因伊犁陷于回变 一新授权 勘办西北界事宜大臣明仪 在塔尔巴哈台和俄方会谈 7月26日 公亲王统一化世之事传至伊犁 俄军统一停战 战争结束 但清军与回军之间的战斗仍然继续 1864年10月7日 沙俄代表巴布科夫和扎哈罗夫等 因伊犁危机爆发 沙俄出兵强占外西北大片领土的情况下 引元中俄北京条约中有关中俄西断边界走向的原则规定 将文中卡伦取决为长设卡伦 大清由勘办西北界事宜大臣明仪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西林 和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伯洛国所为代表 俄国由特命分界权权特使伊凡巴布科夫 副使伊凡扎拉罗夫 西伯利亚驻军司令官 格拉西姆科尔帕科夫斯基为代表 沙俄利用军事外交动货手段迫使名仪 与塔尔巴哈台在其一手炮制的 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 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姆哈山 南达聪岭 西子埃古斯河 巴尔喀什湖 塔拉斯河一线 东林伊犁九城 总面积数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入沙俄 其中四分之三以上在新疆西部 就连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借湖 穆尔图闹尔 也就是如今阿勒姆图南边的伊赛克湖 也被划为沙俄的内湖 沙俄由此搁占外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和桑齋闹尔也就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桑齋湖 南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同时条约又规定地面分在河谷 其人丁即随地归为河谷管辖 由此大批原新疆西部游牧民族和定居人口 大约八万余人被强行划归沙俄 条约签署后 除了中国和外蒙古的边界外 现代中国西北部边疆基本已经大致成形 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 沙俄在完成了对中亚浩瀚 西瓦和普罕拉三个韩国的征服后 也不再满足于对新疆此前的侵战 开始着手准备对新疆发起新的侵略行为 1870年8月 俄国出兵强占了新疆通往伊犁的咽喉要道 穆扎尔特山 1871年5月 沙俄军队以代收代收为名 兵分两路攻打伊犁 遭到了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 1871年7月 沙俄利用由于阿古白侵略所造成的新疆的混乱状态 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白势力威胁到俄国的安全 打着保护和代收的旗号 借口安定边境秩序 公然派兵出战伊犁地区 完全侵占了伊犁九城 并将惠远城以及城中的伊犁将军府拆毁 同时仓库屠杀当地人民实行殖民统治 沙俄不仅将伊犁置于其七河省管辖之下 同时还不断派兵侵扰塔城地区及京河等地 并派人深入石河子一带进行侦查 妄图进一步扩大侵略 寄予整个新疆地区 在沙俄长期的压迫和奴役下 伊犁各族群众衣食无浊 生活日益贫困陷入绝境 这最终激起伊犁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沙俄侵占伊犁对清政府说是代收 清政府多次向沙俄交涉归还伊犁 而沙俄则采取拖延之策 1875年清政府决定派左宗棠率兵进入新疆 消灭阿古白匪邦 加强新疆的边防 然后锁还伊犁 清军进入新疆后 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等重镇和南部边疆地区 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 清政府再次要沙俄归还伊犁 当时沙俄提出 必须取多中国内地的通商权利 并割据中国特克斯河流域和伊犁以西的土地 才能交出伊犁 1879年10月2日清政府派出武部右侍郎 属胜经将军崇厚为谈判代表 在克里米亚的黎瓦吉亚 与沙俄上道归还伊犁事宜 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下 擅自签订了黎瓦吉亚条约 及陆路通商章程 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 但却将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 和侯尔格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 割让给沙俄 这样使得伊犁成为了一座孤城 而且这个条约还规定 将喀什格尔和塔尔巴哈台两处的双方边界 做有利于沙俄的修改 以及赔偿军费 免税贸易 增辟通商线路和增设领事等 沙俄为此颇为得意 所得到的东西 已经超过了干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 虽然清军重新征服了新疆大部 但黎瓦吉亚条约 却使中国损失了太多的利益 据说在谈判时 中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 左宗棠的军队还在新疆 人数远远超过剩下的俄国军队 此外 沙俄刚刚缔结了俄土战争之合约 由此产生的柏林条约对他们并不有利 那场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 也耗尽了俄国的国库 故清朝政府官员 闻条约之讯为之恶然 于是拒绝批准这个条约 清廷将此归咎于首期谈判代表崇厚 称他经验缺乏 过于急于回国 张之洞为此沉言 我人所知可谓致贪致横 从后允知可谓执谬之余 必改此役未必有事 不改此役不可为国 1880年清政府派驻英国公使曾继泽 出示俄国交涉改约 沙俄为了使其就范 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 并增调海军在中国海面示威 对曾继泽进行外交恫吓 还一再以终止谈判发动战争枪威胁 1880年8月 曾继泽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 格尔斯和沙俄驻罚公使不测等开始会谈 双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割地与赔款上 在谈判中 俄国代表态度居傲满不讲理 提出 如果中国坚持所还伊犁河南的特克斯河谷地 则需以湘底地方补偿本国 又试探曾继泽 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 曾继泽回答说 我想自今以后 中国土地断屋再让之事 言辞拒绝了沙俄 要求侵占我领土的要求 1881年2月24日 经过修改的中俄伊犁条约出炉 此条约又被称为改定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 曾继泽在沙俄的逼迫下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及改定陆陆通账章程 替代了之前重后签订的条约和章程 根据曾继泽签签字的这两个条约 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和不在哥让特克斯河流域 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却被沙俄占去 对额赔款则增至900万卢布 沙俄在嘉狱关图鲁番增设领事 沙俄在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赞不纳税 在蒙古免税贸易 俄货由陆路运着嘉狱关者 照天经办法减税三分之一 伊犁居民如愿迁居俄国入籍者 军听其变 可见这新条约仍是沙俄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俄伊犁条约的定例 结束了沙俄在伊犁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 1882年3月22日 清政府正式接受伊犁 并在被沙俄拆毁的会员古城北七公里处 重建会员城以及伊犁将军府 伊犁带着历史的重大创伤 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据此沙俄又逼迫清政府 于1882至1884年定立了中俄伊犁界约 中俄喀什盖尔界约 中俄科塔界约 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 和中俄续刊喀什盖尔界约等五个条约 以边界重刊的名义 分段重新刊定了中俄西北段边界 将原属于中国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强行划入了沙俄的版图之中 并把中俄边界向东推进到了伊犁霍尔果斯河岸 和塔城的巴克图卡伦 使我国西北边疆的军政重镇 直接暴露在了沙俄的炮口之下 从此曾经作为卡伦之一的中国内陆军事重镇 霍尔果斯和巴克图 则都变成了边境上的通商口案 如今霍尔果斯被骄傲地描绘成了 中国西部唯一的百年口案 不知不觉在霍尔果斯大街上 整整溜达了一节课 大约12点20回到酒店 正好外面灯光还挺漂亮的 小朋友们还想在湖边再玩一会儿 回到酒店大堂询问了一下核酸检测的事 酒店说接到最新的通知 因为全国的疫情突然厉害了 虽然新疆还没有 但这边要求必须要有三天内的核酸检测 即使在荷布克塞尔坐过 但明天就超过三天了 不管如何明天都要再坐一次 否则接下来哪都不能去了 酒店这边也帮我们办理了检测证明 明天一早拿着证明 去附近的医院就可以坐了 大约晚上12点半 大部分高楼的灯光都熄灭了 霍尔果斯也终于进入到了安眠的状态 回到房间已经是半夜1点多 小朋友还得赶紧写作业 我也要整理一天的视频 都整理完已经快早上6点 窗外还如同黑夜一般 突然发现手机摄像头坏了 明天计划带小朋友们 转一转霍尔果斯国门景区 然后就赶往伊宁 但老天又一次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门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